嗨大家我是小音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是也是大家催更已久的修容断舍离 前段时间呢在我出眼影断舍离的时候 就有好多同学问我说能不能出修容的断舍离 我手头上修容产品真的很少 当时大家问我的时候我印象当中 我可能只有个两三盘吧 但最近呢我仔细找了一找 发现好像能够凑出个六盘的样子 所以我就想着呢虽然不多 但是把这六盘呢做在一个合集里面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最近想要买一盘适合自己的修容的话 也许这个视频可以成为一个参考 首先第一支修容 这个应该是我今天所有的修容里面 价格最高的一支 它就是来自Armani这支小胖丁 这支的色号呢是20 我很喜欢它的一个原因是你看包装 我知道Armani他们家的包装确实是还蛮戳我的 你从这个包装下面可以看到这个修容的一点点颜色 同系列的腮红包装更好看 下面就是粉粉嫩嫩的看着特别有购买欲 那这支修容呢我个人是觉得它的颜色非常的棒 它是那种灰调很重的棕色 颜色呢就是它最大的优势 我觉得这个颜色上到脸上以后啊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然的阴影色 特别的适合亚洲人 那一般这种液体的修容呢 我画鼻影的时候就喜欢用手指 轻轻的顺着这个鼻骨摸下来 还蛮方便的 但是有一个很明显的缺点 大家应该也不难看出 它的质地非常的水润 太水润呢就导致它上在脸侧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容易把遮瑕给推开 我在很早之前出过一个 就是跟着毛哥平老师画面不修容的这么一个视频 在那个视频里面呢 修容我用的就是这一支 因为那段时间刚录不久嘛 还热乎的特别的有新鲜度 前面画得好好的底妆 上了它以后 脸侧的这个遮瑕就会容易被它带泡 以至于呢在那个视频的弹幕里面就有很多同学提出说 哎你看一上修容遮瑕就跑掉了 也是很尴尬 自从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呢 这支使用频率就没有那么高了 我可能买来到现在 也就那段时间连续用了几次吧 后来就一直闲置了 那虽然这支呢价格还蛮高的 而且我特别喜欢它的包装特别精致 但由于我平时真的不太会再用它了 所以这支就断舍离掉吧 在弹幕里面抽一位同学送掉吧 一样的老规矩 因为断舍离的产品肯定都不是新的产品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拿回去试个色呀什么的 真的不一定说非要留下来 当一个自己的平时的产品在那边用 如果你不介意它是一支已经开封过 被使用过的产品呢 你可以在弹幕留想要这支Armani的小胖丁 第二样修容产品 这个真的是我自从买了它以后 一直到现在呢就一直一直在用它 以至于呢我都已经快用出坑来了 这个就是毛哥瓶的这个双色鼻音粉 如果你一直有看我视频的话 你肯定知道在我 几乎每个视频里面吧都有出现它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使用程度 不知道视频里面能不能拍得出来 我一般是习惯刷这边 在这边已经有一个明显的坑了 像这个提亮色也是在这边有一个明显的坑 这盘呢我就觉得用起来还蛮方便的 一个阴影色一个提亮色 你在盘里看它好像是一个纯雾面的白色 但其实把它涂在手背上呢 你会发现它是有微微的断面光泽感的 非常非常的微弱 那这个鼻影色呢相比刚才的Armani 它会稍微偏红一点点 我自己是觉得这盘用着还蛮顺手的 但是也有很多同学跟我反馈说 这个阴影色太红显得不自然 怎么说呢 尽管它的显色度不算非常的高吧 但是在用量上面可能大家还是要把控一下 因为这个颜色如果你涂太多太明显的话 它可能会有一点泛红 看起来就会显得不太自然 这个阴影色不止可以画鼻影 有的时候你如果产品带少了 甚至可以把它当眉粉 或者是当眼影的那个轮廓色来用 也是蛮不错的 总之我觉得如果出行啊什么的 这样子小小的一盘戴在身边还是很方便的 至于这个提亮色呢 我一般都是拿它提亮鼻子的中间 效果非常的明显 上一点就感觉好像打了玻尿酸一样 其实我有想过拿它做面中的这个提亮 但我发现呢 由于它这个体积太小了 所以我拿刷子来取粉的时候 就不是很方便把它取均匀 如果它这块面积做的大一点的话 其实是可以作为眼下的提亮的 虽然我很喜欢这盘 但还是要客观的说一下这盘的缺点 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 很多人反映说这个灰色太偏红了一点 它只能少亮的作为鼻影色 它是没有办法作为脸色修容的 这个颜色会很不搭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价格真的非常的高 诶 这样比起来好像这个的价格比刚才 Armani的那只还要稍微再高一点 这只我是在专柜买的价格 我记得应该是380吧 380买这么两块小小的颜色 确实是有一点点贵的 这两块总的加起来也才三克而已 哇真的比好多高光都要贵好几倍哦 我记得我那个Bobby Brown的五花肉高光 买过来是310里面是8克 这个380只有3克 这么想想真的是有点肉疼的 那我觉得如果考虑价格的话 也许确实没有必要一定要买这盘呢 就价格稍微实在是太高了一点 这个好像语病对不对 稍微实在是太高了一点 那这盘呢我是不会断食理的 因为尽管说它有这样那样的缺点 我自己用起来还是蛮顺手的 所以会一直留着 第三盘呢就是上个月 Hidden寄给我的这盘组合修容盘 这盘真的是很有名了 尽管大家应该很熟悉了 但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三个颜色 这边是一个类似膏体的这么一个面部修容色 中间是一个粉状的笔印色 这边也是一个粉末状的这个提亮色 它的这个面部修容色 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偏灰调的棕色 比影色呢会比面部修容色稍微浅一点 但是也是带灰调的 面部提亮色呢在盘里面看着好像有点哑光 但其实上手以后也是跟毛哥平的这块一样 会有微微的这种断面的光泽感 颜色的话呢两块还是有点区别的 Hidden的这块会更亮更珍珠白一点 毛哥平的这块呢就颜色会偏暖一些 这个面部修容色呢在盘里看上去 好像是一个膏状的质地 但其实它是可以用海绵也可以用刷子上的 它上脸的感觉一点都不像膏状 反而更像是粉状的 接触到脸以后它就瞬间粉化了 上脸以后呢几乎不太需要怎么蕴染 它就完全能够跟你的前面的底妆融合在一起 我一般呢就是像普通的那种粉状修容一样 把它上在蜜粉之后 由于它这个质地呢本身就是比较干爽的 而且上脸以后会直接粉墨化嘛 所以它跟刚才的Armani的小胖丁比起来呢 它就不会脱花底妆 脸侧之前上的这些遮瑕呀什么的 在上它之后是完全不会被脱花的 这一点呢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 因为大家也知道这段时间 包括前段时间我脸侧的这个痘痘啊 痘印啊还是蛮严重的 这块鼻影色呢相比较刚才的毛哥平的鼻影色 它会稍微再偏灰一丢丢 这块的粉质做的也是蛮细的 它画上鼻子以后呢那个阴影特别的自然 从侧面看的话完全看不出那个灰色的一道 但是当你转成正面呢整个鼻子又很有轮廓感 这块提亮色呢在盘里看好像是有微微的珠光感 但它其实上脸以后那个珠光感 基本上就是看不太出来 所以也可以忽略不计吧 一开始呢我也是拿它跟毛哥平的那个提亮色一样 提亮在这个鼻子的中央 也是有那种瞬间就是打了玻尿酸的那种感觉 后来呢我就想着 它的面积这么大取分应该还蛮方便的 我就有拿大的刷子刷了一下 它把它提亮在眼下的部分 我发现效果也很不错耶 但是用这个方法呢你就注意要少亮一点 因为面中这边确实产品的量用的越少 看起来是越清透越自然的 我就发现轻轻的薄薄的一层啊 整一个泪沟都喷起来了 然后像法令纹啊 就有点隐形的效果吧 大家还记得我以前分享的那个 CNSI的体亮粉吗 那个用法我不是就直接用在眼下这边吗 你就发现这块跟那块的效果 有一曲同工之妙 如果你觉得那个很难买的话 确实也很难买啊 这块可以是一个评价替代 那你如果要问我说 这盘有没有什么缺点的话呢 我觉得对于我个人的使用习惯的话 它是有缺点的 就这盘对于我来说 体积稍微太大了一点 如果我出门的话 它可能比我的化妆包都要大 所以我觉得携带起来 不是特别的方便吧 但它大呢也有自己大的好处 就是每一个产品体积都够够的 量很足 再加上呢 大的话它的镜子就特别好用 这个镜子是真的能够照到全脸 能够当一个正常的镜子去用的 像这种镜子对于我来说 平时就跟个摆设一样 就是照不到 拉多远都照不到 就很尴尬 所以这个体积 其实对于我来说算是一个矛盾点 那由于这块呢 是上个月刚收到 而且我确实还蛮喜欢的 所以肯定是不会断舍离的 第四块的这个修容也是 我很早以前就在视频里面有分享过 然后我也用了很久吧 这是一块面部修容 它就是来自GirlCut他们家的画骨 你们看铁皮了 是不是很惊人 居然有个修容可以铁皮 我还蛮开心的 但这个呢 我得实话实说 不纯粹是我的功劳 我觉得它这盘就是比较容易铁盘 它的这个质地也是那种偏膏状的质地 但是你去拿刷子刷它呢 完全是OK的 你就拿它当正常的粉状的修容用就好了 你看这个颜色也是很灰啊 就是跟Armani的会有一点点像 这块的颜色我是很喜欢的 而且它的一个小设计呢 就是我现在可能看不太出来了 它原本里面是有一个小圈 这个小圈的颜色呢 会更偏绿一点 好像一个太阳的形状吧 周边呢就是太阳的光芒这块呢 会是那种灰棕色 就是画面部的修容 我觉得颜色呀 各方面都没有问题 但是用久了以后 我就发现我这个人 可能就真的不是特别喜欢这种 没有边界的两个颜色在一起 比方说像有一些面部腮红盘啊之类的 这个腮红跟这个修容啊 跟这个提亮啊 它是有分隔这样子隔开的 我就OK 但如果你是没有那种分隔 没有边界的话 几个颜色是一个个色块连在一起的话 我可能就不会太喜欢 因为每次刷的时候 都会很难免的刷到其他的颜色 用到最后呢 就会像现在一样 两个颜色糊在一块 全部都变成了面部修容 因为它的这个粉质呢 是这种非常硬的这种膏状的粉质 它的取粉呢 你就需要拿那种取粉力 比较强的刷子去取它 如果是那种取粉力比较弱的话 你可能就沾不到什么颜色了 我手头上呢 正好就是没有这种取粉力 特别强的鼻影刷 所以这块呢 我拿那种 平时我自己用的鼻影刷去刷它的时候 经常都是沾不到什么颜色 就用起来会有一点点麻烦吧 现在呢 这盘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 完全沦为了脸侧的修容 就是跟鼻影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这是我个人觉得的 就是一个使用习惯上面的一点不方便吧 还有一点呢 就是这个镜子 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 这种小小的镜子 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摆设 完全没有什么用 以上是所有我认为的缺点 那它的优点呢 就是这个颜色 我真的非常的喜欢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灰的棕调 上脸以后也是特别特别的自然 融合感非常的强 而且呢 由于它这个质地 是那种比较偏硬的土豆泥的质地 所以它完全不飞粉 如果你平时是一个很介意腮红啊 修容啊 眼影啊 飞粉的话 这个你用起来会觉得特别的开心 而且如果你是那种 非常想要把一个彩妆产品铁盘的话 这盘真的很容易铁盘 这个是我用到现在 最容易铁盘的一块修容 随便刷个 你连续刷个半个月吧 可能就会见到小小的铁皮 就像有些同学可能手里产品很多呀 然后用个半年 用个一年都不见任何坑的话 就很没有成就感嘛 这盘就可以完全满足你的小癖好 那这盘都已经用成这样子了 所以我肯定是不会断舍离拉 这盘我会自己留着 能努力的话 可能可以全部用完呢 如果到时候出现的空瓶剂里的话 请大家给我鼓鼓掌 好吗 接下来的一个修容 这个也是老网红了 几乎是人手一盘吧 这盘呢 就是来自Kamen Aucoin的Medium 其实在它之前 我已经用空了一盘Light 用完Light以后呢 入了这盘Medium 我发现还是Light比较好 因为Medium这盘呢 首先一个颜色稍微有一点点深 你会发现它的颜色 跟刚才的Girl Cut 还是有一点点像的 它的显色度会比刚才那块要高很多 所以刷的时候呢 那个刷子呀 然后手法呀 要稍微注意一下 要不然的话就很容易 化成那种落腮骨的感觉 这盘呢 它红了这么多年 其实最大的原因 也就是它的颜色好 就作为一个修容色来说 非常的自然 但其实这一盘 就单单这一盘呢 我对它是有一点意见的 因为刚才我也说了 我有用空了一盘Light 它的粉质 我觉得会比这个要好一点 那盘Light是我随便拿什么刷子 怎么去刷它 怎么去用它 都不会结块 这盘呢 就稍微我的刷子 如果不干净一点 或者是洗的 没有那么轻快一点的话 你看它旁边 就有很明显的结块 我要拿小刀 就是呱呱呱 拿那个胶带纸贴贴贴 然后再用它 用一段时间以后 又会结块 所以虽然我知道 结块是因为刷子不干净 或者有油脂粘到 但由于两者有了比较以后呢 我就会发现Light那块更耐操一点 这块就是有点焦气吧 由于它比较容易结块 导致呢 我后来用它的频率 就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现在基本上就 不太会想起来用它了 再加上它的价格 其实也蛮高的 这样一盘 呃 如果是代购有划算的价格的话 可能要一百多吧 如果你是原价买的话 我记得好像是两百左右 其实我觉得价格 稍微还是有一点点高的 但我觉得在产品色调呀 在包装呀 包括在粉质呀 各方面这品牌的产品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你是肤色比较偏浅一点的同学的话 我觉得买Light足足够了 如果你肤色是稍微健康一点的话 可能Medium会更加适合 那这盘呢 由于我现在真的是不太会去用它了 所以这盘也会断舍离掉 现在看旁边有一点点结块嘛 到时候我会拿小刀 就是把结块的这些给刮掉 到时候再寄出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弹幕留言要这块KA 我到时候看到眼熟的同学的话 就随手抽一下 最后一块修容呢 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修容 它也是在一个面部公合盘里面的 但是这块确实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修容 它就是来自Benefit的Hula 这块说实话 其实真的是我20岁出头的时候 刚开始接触化妆的时候 买的第一块修容 包括他们家的这个Dandelion这块腮红 也是我当时刚接触化妆不久 买的第一块腮红 而且我还把这块给空盘了 完完全全的空盘 是不是很厉害 话说回来 今天分享的是这个修容 这块Hula呢 在以前我还不太懂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是一块很好用的修容色 这块呢 就是粉质特别的糯 特别的好蕴染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它的颜色 它明显是比较偏红 就是比较偏欧美的那种 就用在亚洲人脸上的话 其实你刷多了会有一点点奇怪了 你会发现它的这个颜色 其实跟毛哥平的这块鼻影色 会稍微有一丢丢像 这样讲的话 感觉毛哥平的那块鼻影色 确实是有点红了 就我觉得如果你买了它要用的话 就刷的时候那个量要把握得非常的精准 稍微一画多呢 就会有点不自然吧 尤其是你拿它画鼻影的话 那个量稍微多一点点 就会非常的明显 看起来就是两道硬生生的杠在那边 一点都不像是自然的修容 再加上它的价格 我不知道现在这块价格卖的是怎么样 我记得以前一块Dentiline的价格 好像是210还是多少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看到它网上的价格 正装的一个腮红呢 是330 所以这个修容应该价格也是在330左右 这样一块巴克的修容 330 确实是有点贵 它们家所有的这些腮红呀 修容啊 这个骨铜啊 高光啊 给我的感觉就是 一颗颗拿出来单卖的话 真的很不划算 价格真的都太高了 一定要买这种组合盘 价格才是划算的 但每次出的组合盘呢 都有好几个颜色相似 尤其是像这个Dentiline 还有这个Hula 几乎是每一盘综合盘里面都会出现 你买了以后就会觉得 怎么又有这两个颜色 就一直买重复 我说实话家里现在已经有3块Dentiline了 好那以上呢 就是我现在手头所有的修容色 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第一个是Armani的小胖丁 颜色特别的完美 是一个明显的灰掉棕 但由于它质地太水了 所以很容易把遮瑕给带泡 这两个颜色呢 是来自毛哥平的双色鼻影粉 提亮色我特别的喜欢 鼻影色呢 有人反应说太红了 我自己用下来是觉得 你要控制用量 不小心的话 可能确实是会有点红 但如果少亮用的话 还蛮自然的 这三个颜色呢 是来自Hidden的修容组合盘 粉霜状的面部修容 用起来特别好 晕染颜色也特别自然 粉状的鼻影呢 颜色会比毛哥平的偏灰一点 这样子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对比吧 晕染起来也挺好晕染的 提亮色呢 会比毛哥平的更偏珍珠白一点 稍微偏冷一丢丢 缺点呢 就是这个盘稍微有点大 但如果你放在家里用的话 其实也无所谓啦 接下来是GirlCut的画骨 颜色我特别特别的喜欢 但是它产品的那个包装设计 我不是特别的喜欢 两个颜色容易混为一块 倒数第二个呢 是KVNK的Medium 这个颜色稍微有点深 但是粉质呀 各方面是非常不错的 哦不对 我这块的粉质有点容易结块 但是以前买过的Light那块 是完全不会结块的 所以应该可能有点凭空问题吧 最后一个就是Benefit Hoolah 这块颜色就是太偏红了 在所有以上的脸色修容色里面 这块颜色是最不适合我的 总共六盘里面呢 断食出来一只Armani的小胖丁 还有一个KVNK的Medium 如果你想要试一下 这两只的颜色的话 可以在弹幕里面 留具体的这个产品名称 到时候我会抽两位眼熟的同学送出 好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先到这里啦 希望这个视频 对大家能够有一点参考作用 希望你喜欢这个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三连 然后请多多弹幕支持 多多留言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